Match原料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说了loader.js的一个特点 这节课我们接着讲一下作用 那么这个loader.js它可以干什么呢 它可以做的东西就很多了 比如说第一点,开发Web应用 这也是我们以后开发的一个主要方向 第二个,它是可以开发命令行的一个代码 这个命令行的代码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你用Windows的K20打开过后 你在里面敲一些代码 它能够执行一些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命令行的一些程序 这个loader.js也可以做这种程序 第三点,它也是别人家特点 它就是可以开发什么呢? 专门应用 而且loader.js开发专门应用 跟我们平时那个Java 或者Shop这种语言开发专门应用 它的执行的方式不一样 loader.js它是基于HTML和CSS 这种方式来布局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发一个 布局一个专门应用 我们不需要通过专业的一些代码的语言来操作 而只需要通过什么呢? 只需要通过我们前面学过的一些 HTML代码和CSS 就是我们前段学的那些东西 就可以布局这些东西出来 而且这种方式布局的话 它比较灵活 可以做出很炫耀的效果 加上现在我们HTML和CSS 这样的效果 它比较酷炫 而且开发的成本相对来说较低 所以说这个loader.js开发专门应用 它有它的优点 并且这个loader.js 它是跨平台的 它解析HTML和CSS的时候 它是用同一种解析引擎解析的 那么也不存在什么 跨浏览器的一个监用性问题 所以说loader.js开发专门应用 它是有一定优势的 这里我简单几个图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编辑器 上面这个是编辑器 就是完全用loader.js开发出来的 这里我解决这个图是什么呢 是一个日识记录 就是你的操作 或者什么的 一个日识记录的界面 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下面这个是一个播放器 用loader.js来实现了一个网络播放器 这些都是什么呢 都是一个 这个桌面应用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 我们用其他员员能做到的 loader.js也绝对没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熟知的什么呢 我们国内的一个 那个有道吃点 它也是什么呢 它也是基于loader.js开发出来的 一个桌面应用 这个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loader.js它的一个用途 那么这个loader.js 目前国内哪些公司应用了呢 它发展前行到底怎么样呢 这里我累了几个国内 比较知名的一个公司 腾讯 百度 阿里 这些公司 它都是什么 开始着手于把一些项目 往这个loader.js平台上面 那个部署了 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些大公司都已经意识到 loader.js它的一些优点了 所以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学习loader.js 可能是对我们以后开发 有一定好处的 这也是loader.js 它的一个发展前景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网站 打开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密名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htp 3w.mpmgs.com 这是一个 npm的一个 包了一个 开源 开源框架的一个管理网站 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loader.js的 开源框架 这里已经很多了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 为loader.js 写一些框架 所以说 对我们后面开发的人来说 不用再纠结 这个有没有合适框架 来使我们开发 这里很多 很多种 我们熟悉的这些什么 grunt power 还有express 这些框架 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那么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loader.js 一个活动程度 那么第五 简单介绍一下 loader.js安装 因为我这里是windows系统 我这里仔细讲 windows下怎么来安装一个loader.js 而mark和linux 在两个系统上面 我这里把安装步骤写出来 大家 下来 给大家分配个任务 下来自己 安装我这个步骤 然后实现把 mark或者是linux 上面实现 loader平台的搭建 那么要安装 这个loader.js 首先我们要进入它官网 下载 下载loader.js 然后再打开新的 htp load.js.org 这是它官网 这官网上这里简单用了一段英文 描述一下 这个js 语言的 概念 它说 这个是一个 运行平台 Java Pro运行平台 构建于什么呢 构建于这个 Chrome V8的引擎 的 JS引擎 这面一个平台 loader.js它使用了 试验驱动 非主刹灾 IO 这个模型 这可以使它更轻量 高效 loader.js 这个 包生态系统 npm 就是刚才我们开的 npm 这个网站 已经是全球范围之内 最大的开源生态系统 所以说这个loader.js 目前的活动程度 这里也 也进一步 进一步体现了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下载一个loader.js 这里 当你进入这个网站的时候 这是它首页 进入首页的时候 它默认会 根据你的流暗 根据你的操作系统 跟你提供一个什么 当前你操作系统所实用的 那个下载版本 那么这里因为我是 那个 windows X64的一个操作系统 它跟默认提供了操作 手艺的下载链接 就是这两个 那么这两个什么区别 四点几几开车 和五点几开车 四点几开车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而且支持长期维护的 这么一个版本 而五点几这个版本 是最新的版本 它里面包含了一些 新的特点 公文 那么目前我们先下载什么 下载这个 4.2.3 那么这是windows 操作系统下载的 如果你是其他操作系统 比如说linux或者mac系统 那我们点一下上面这个 第三个标签 这里给download 这里面 在所有平台上都可以下载了 所有平台上都可以下载 那么这里我要下 windows操作系统的 平台的话 我应该下一个 这两种其中一种 这两种其中一种 我要怎么区分呢 第一种 installer 可以安装版的 它后准备是.msi 这个是exe 就是battery 二精神版的 就是可执行的 那么目前我就下载什么 安装版的 那么你说下载64位的话 就点这里 就直接可以下载 那么下载好的过程 它是个什么样的文件呢 是个这样的文件 我们看一下 这里 下载好它是这么一个文件 我双击下这个文件 运行 注意这个 安装的乐阶手 它还非常简单 我们下载这个版本的话 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点下一步 同意 下一步 这次是选择一个 安装的路径 我就安装的 c盘下这个load.js 或者我改一下 改第一盘下面 第一盘下这里一个 program fails 下面我写个load.js 这张都是你自己 可以随意指定的 点next下一步 这些东西都不用管 直接点下一步 Astart 安装 那么我们等待一会 等待这进路条走完过后 那么load.js就装完了 它安装很快 这里 这里 刷转键 检查了 load.js要 修备注册表 这里允许 允许 程序 所有操作 完成 安装好了 那么安装好了 过后 我怎么知道我load.js 就装好了呢 那么 在这个里面 写一个 把命令行调出来 看这个黑色 那么我敲一个什么呢 load.js 这里打出个什么 4.2.3 也就是刚才我们下的好的版本 那么也是我们现在操作系统平台 已经什么呢 已经使用好了 那么如果你敲出来是这种 比如说我这里乱写一个 敲出这种 它说什么 这个命令不是内部或者外部的命令 也不是什么批出的文件 这里最大的可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变量配出了 那么这里我简单配下 在我的电脑这里或者计算机 点下这里有个高级系统设置 这里有个环境变量 这高级这里有一个环境变量 点开过后 这里有个系统环境变量 我们找到什么呢 找到pass 这个 找一下 找到这里 第一盘program load.js 这里 在我们安装的时候 这个安装程序就早已经 给我们配好了 什么呢 配好了这个系统环境变量 所以说这里不用我们配 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 把它删掉 删掉确定 确定 我们再打开那个 别错了 再打开什么呢 cmd unihon 这是我们敲load.v 它这个提示不是内部或者外部命令 那么这种情况最大可能就是什么 就可能是你这个安装程序 它的路径没发出路径下了 那么这个时候很简单 我们需要进入到我们的安装路径 进入到这里 进入到这个 不是这里 第一排 node 就是这里 进入到我们的 node.js的一个安装路径 我把这路径复制下来 看到c 复制完安装后 我们打开这个 高级系统设置 这个环境变量设置 找到刚才我们打开那个 pass路径 这里 注意这个pass路径里面 以前的东西比较改 比较改 我们就接着在后面 加个什么 加个分号 注意这里加个分号 这个分号是英文中央的 加个分号 注意一定要加个分号 Ctrl-C Ctrl-V 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 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 node.js安装了一个路径 我们把刚才安装路径 配到这个下面来 最后加个鞋杖 点确定 点确定 确定 我们自己就已经把什么来 已经把这个环境变量配置好了 那么我们再进入cmd 敲一个load -V 回车 那么现在我们的load 已经 已经在这个环境变量里面配好了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执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load 就是一个 简单配置 不过一般你安装好这个文件 它那个配种件都是默认帮你配好了 当你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load.js 那个 敲了命令的时候 它没有弹出 一些什么呢 一些这个提示的手 那么这个手 你可以按照我刚才的方式 来配置手动配置一下 好 这是Windows下安装 它比较简单 就像装一个QQ一样 简单 那么在Mark系统下面 它安装的时候 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什么呢 第一种和Windows差不多 下载一个PKG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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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 这个PKG文件 它也是这种安装的形式 安装也跟Windows差不多 这里我就不多介绍 它第二种方式相对来说 比较麻烦一点 它是在控制台下面安装 其实Windows它也可以在控制台下面安装 但是目前对于初学者来说 我们不推荐大家一上手 就直接用这两种方式来 来 这种方式来安装 就是Mini上方式来安装 它操作起来相当的复杂一点 你可能 如果没经验的话 你可能 一时半会儿弄跑 那我们先用什么来 先用这个直接安装方式来安装 当你对这个 Nodex安装这个操作比较熟悉的时候 你再试一下这几种 Nodex安装 Nodex安装 它跟那个 我们的Maxime第二种方式差不多 它还要比较稍微麻烦一点 它这是圆满编译的方式安装 这里我列出来了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当你熟悉了这个安装 这个布置了过后 你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这就是Lorex的安装 今天我们学的课程也就是这些 第六部这个Paslone配置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这里我就不多解释了 好 这样我们看到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